嗨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拍我這幾個月用過些什麼 有些用完 有些還沒用完 有些就是用了 發覺不好用的那些 就是這幾個月的冬冬來的 都比較多 首先說不如說卸妝先 這支Sumora我就已經用光光的了 光得爆 我平時其實用開就是用它那支綠茶的 它這支綠茶我就是超級推薦的 因為我也試過很多坊間的卸妝油 有些我就覺得洗得不乾淨 有些洗完就可能很黏 其實Sumora那些它又會幫你卸得很乾淨 綠茶那支就是不黏的 基本上我一年四季都用到的 但是因為我用完綠茶之後 就收到Sumora送了這支給我 我忘了這支全名叫什麼了 不知道是去年還是 年半前出的 有些什麼苦拍的一個很特別東東的名字的一支 那這一支的質地呢 就是很稠很厚身的 那如果各客是油性肌膚 又或者是暗瘡性肌膚 就未必適合你用的了 那這個會比較適合中性至乾性 那但是你是必須知道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厚 那所以呢 你要喜歡它的質感才行 那其實它也是寫得很乾淨的 不過因為它的質感太厚 而且洗完之後呢 皮膚會潤潤的 那個感覺的 那所以呢 有些人會不喜歡它的感覺 那所以我都不喜歡的 如果相比綠茶和這支呢 我真的喜歡綠茶多很多 因為它很清爽 那兩支都乾淨 但是那支清爽很多 那但是沒理由浪費的 那所以呢 我很辛苦用了一年的時間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就終於都用完了 那這一支呢都好用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以買了 這個尺寸 因為是之前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是這個 名字 這個系列 都挺久的了 我很辛苦才可以用到 只有 這樣 不過都已經 拿不到出來的了 就是幫不到 所以就要倒出來的了 那就是這一支 那所以呢 這支都乾淨 不過未必適合 因為它本身呢 是 適合比較成熟的肌膚用的 所以上了年紀的那些呢 就可能這一支就真的很適合你了 因為它不會太乾 因為通常呢 成熟肌膚呢 就是那個儲水能力比較低 那就不可以用一些太清爽的東西 要用一些比較 鎖水性和滋潤性高的產品 就是由社妝開始都是的 那所以呢 這支就可能會比較適合成熟肌膚 甚至是乾性肌膚用的了 那大家都可以不妨認住這支了 因為都很多朋友問我 社妝產品 特別是社妝油 很多人問我 最不相機膚的一個 社妝產品 究竟是哪一支 那其實呢 就是社妝油和社妝水的選擇 那其實就是社妝油會好很多 因為社妝水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 現在 香港近五六年其實很流行 不過 因為社妝水其實呢 它有一個活性戒扁劑在裡面的 那所以呢 就是 腦骨一點說呢 其實它是 比喻一支洗潔劑 它是一個很強力的清潔劑 所以不需要經過乳化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把這些防水的東西抹掉 不過它就是 不可以互相肌膚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 導致肌膚很乾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因為香港來也知道 很忙的 那就是要快、靚、正 所以就變成會用那些 我不是不用 我都會用 不過又未至於長期用 如果真的很全妝的那些 我一定會用回社妝油 如果是很輕便的 譬如是防曬、BB霜 沒有其他顏色在臉 那通常我都會用社妝水的 那大家都要選自己 肌膚比較適合的一件事 因為 不是不能長期用 不過 就是要看你自己肌膚的狀況 那當然 社妝油也有分 這些 也有分一些是很天然 因為就是 搶在它裡面的乳化劑 有些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自己也會混一些 一些DIY的香薰的 寫妝油給自己 那這個我下段影片 可能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支是我特意 交給自己 有兩款的 一款就是 專門給自己很敏感的時候用 另一款就是 爆瘡的時候用 因為我無可避免 我要化妝 但是呢 用那支去 寫妝的時候 一來乾淨 二來沒那麼相肌膚 三來是 沒那麼容易 暗衝 惡化 那這個就 下一次就再講 好了 那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我都推薦的 但是要選自己適合的肌膚 好 跟著 都繼續是說 社妝 那之後這支社妝呢 大家都看到 我是用到這裏的 因為這一支 其實我不推薦 這一支是 可以說 好嗎 差 好差差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誤會了這一支 這一支 就是這一支東東 因為我買的時候 其實我那些社妝水 又用完了 剛好 然後那天呢 又生癢 又經過一些卓越 那樣就買了一個 那些日本 這些細胞牌子 我通常都 都還會在卓越買的 或者沙沙 那他就說 這一支是 社妝水來的 他那個 他的 價錢牌寫說 他是社妝水來的 因為始終都是太多日文 我真的 不會知道 他是什麼 那這裡呢 也有寫著 他一個 cleansing lotion 那 應該會是社妝水 那我就用這一支 這一支呢 大家 我也不建議買了 雖然他很便宜 49元 但是我 重生一腳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誤會 他是一支社妝水 那我就照樣 一支 在棉花抹 我起碼抹了超過六張 其實很簡單的BB cream 來的 擦完六張都是不乾淨的 很黏 擦得不乾淨 超髒 擦多幾天 你就感覺到 你的皮膚 那些粉刺都走出來 還有呢 正常我用社妝水 也好 社妝油也好 之後我做清潔 我用超聲波機去做清潔 有沒有叫超聲波 潔面衣 那些呢 擦頭呢 都是乾淨的 只是看到泡泡的 擦完之後 但是我只要用這一支 社妝水 擦一擦一擦 就算我擦到棉花 擦到第十塊 它也是還有一點點跡 真的很誇張 擦也不乾淨 之後我就頂不住了 我就要用一個潔面刺去潔面 整個潔面刺 都是啡色的粉底液 BB cream的顏色 證明這支真的擦得很不乾淨 因為正常我用任何的東西 射完妝再用那個刺 其實是很乾淨 那個刺一定不會沾到任何BB cream 或者粉底的 但是這支真的不行了 這支我就不建議大家買了 雖然它很便宜 我也在想這支是怎麼辦 還剩了那麼多 但是真的抹也不乾淨 很簡單的BB cream 它也是抹得不乾淨 這支是不推薦的 大家認全 這兩支都是用光光的產品 這支你們已經看到這樣了 這支呢 還剩下一點點 不過呢 不好意思 還是沒什麼了 很少 應該 跌回一點點 但是真的只有很少 這支我很久之前 都應該拍過一條影片 推介過的 就100元以下的中學生 妹妹必用的 其實它有三種顏色 不知道是綠色 粉紅色 藍色還是黃色 我自己幾乎 因為有一點敏感的那些 都用這個都OK的 它擠了出來 好像說話不正 我這樣不知道做什麼 可能擠了 昨晚戴了一個牙套 啊 稍後再說一下 戴了一個牙套 然後好像痴來根 就是這樣的 有一點泥臟的東東 那這個呢 就算我不是中學生 我都很喜歡用這個 而且它真的洗得乾淨的 這個也很建議大家買 而且洗完之後呢 不會說很乾很繃緊的 乾淨啦 清爽啦 現在夏天呢 基本上真的必用的 所以其餘那三種顏色 雖然沒有用過 但是呢 因為這個系列的東東 我都推介的 大家也可以不妨買一下 還有女生問我 在哪裏有得買 Color Mix有的 我記得 然後就 卓越有 沙沙我沒有看到 但是呢 759 甚至什麼759 Wonderling啊 不知道什麼 就是專門買這些 都有的 不是很貴的 可能4-50元 價錢不同 那裏也會買到的 大家都不妨去試一下這一支 這一支我真的 退夏天 好退 那至於這一支呢 就是收回來的 那這一支呢 我就不算說好推了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呢 大家看到極潤用命 應該通常都會覺得 啊 應該都不會很乾 但是很神奇地呢 兩支用呢 這支反而我覺得很乾 有一點點繃緊的 因為兩支 我同樣用起泡網起 這支都是比較繃緊的 那至於我不用起泡網了 我只用手和水呢 去幫它起泡呢 它都是很繃緊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一支呢 雖然它就是寫明說 弱酸性啦 跟著又沒有什麼香料啦 沒有什麼礦物油和酒精啦 那這支真的沒有什麼味的 那但是呢 以我的肌膚呢 我就真的覺得太乾了 雖然它裡面說 添加了透明質酸 那但是我也是覺得乾啦 嗯 我自己的肌膚呢 是外油內乾 敏感底的 還要吐發性的暗瘡 那大家都 記住我的肌膚 那大家就再去 去思考你自己的肌膚對不對 那這支對我來說呢 就有些繃緊有些乾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用 但是我都堅持用到最後的 護膚品啦 那這個呢 嗯 因為之前出過的條片 就是講幾支比拼啦 那Cosmec那支呢 我已經用了很久了 接著這一支呢 就終於都用到 沒有了 即只剩下 即是呢 管都抽不到出來的了 那這支也是好用的 一年四季我都說過 我是一定會用B5 Gel的 無可取代 但是呢 這一支呢 就有一點點不同 這支呢是敏感肌 專用的B5 Gel 譬如你可能特別刺激 特別紅 特別容易因為陰影的 天氣變化 而令到你臉紅 乾燥 痕 我自己是這樣的人 不知不解 可能我吹一吹冷氣呢 臉突然會好像起了風爛的物體呢 那這一支呢 都發覺塗完之後 是 肌膚是穩定一點點的 而且它未至於可以幫你完全退敏感 但是呢 敏感肌的人就是可以用這支 因為敏感肌的人呢 有時候某些B5 Gel 可能用不到 但是這一支我都推的 為什麼我會特別喜歡 Cosmeat 還有這一支呢 還有幾滴給大家看一看 這一支呢 吸收程度都很快的 而且它很水潤 不會塗完 黏在表面上 那些它沒有的 所以呢 這支我也很推介 不過我就真的已經用完了 但是因為我家裡呢 都還有五六支不同牌子的B5 Gel 所以呢 這支就不會再翻用 不會買著 用完那些先 然後再用完那些呢 再出條片給大家 比拼一下那些有什麼分別 因為 家裡太多 我很想買 但是問題是家裡真的太多 那 不敢 浪費錢買其他新東西 先用完 最重要不要浪費 好 那接著呢 就說新啦 那呢 這一支呢 幾乎是我 從小到大都會用的一支 沐浴露 那大家可能在韋康八家屋神市那些 都會見過的 那 那 以十幾二十年前來講呢 這一支呢 是 貴價的一支 沐浴露 我覺得 小學的時候呢 我媽媽已經是買這個給我們洗澡 那一來是很明顯她自己喜歡 那 我們當然是拿來用的 那這一支那時候就買 反正我們小時候 我記得這一支 是 近乎一百元 有一隻就一百六十元 不知道是不是大小的關係 因為太久了 我自己都不記得 那之後就自己大了 都繼續買這個 這個香味呢 是超級之 好 聞 好舒服 我依然一定會買這一支 這個我不懂讀過 但是 很多人都一定會見過 它有一個紙盒綠色的 很大支 但是永遠都放在 嗯 沐浴露最低那一格 可能它太大了 而且它不算一個很 為人熟悉的牌子 即是不像平常那些什麼 豆花 enchant turn 那些 變成它是放在最底的 但是呢 這一支為什麼這麼推介呢 一年四季用呢 你都不會覺得皮膚乾 所以呢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 塗body lotion的習慣 因為用這支呢 你不會覺得乾 雖然它很貴 但是呢 每次只是 別人很流行 一泵 就拿一劈的 這個其實呢 用兩三滴 已經穿到全身 已經很足夠清潔的 那大家這一支 真的 是好東西來的 我用了很多年 我經常都忘記說 就是總是在廁所找 找一些東西出來 給大家 所以呢 這支我還是會買啊買啊買啊買 初時買呢 你可能會覺得肉痛 因為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我想呢 不知為什麼現在反而是便宜了 我有一次見到你去八九十塊 都有的 但是 這一支 我想平時你買的 可能泵出來的Duff 都可能 五十塊一支吧 但是問題呢 那些呢 它會用得很快 因為你泵多幾泵 泵得多 但是因為你知道呢 用很少的清潔力已經夠 而且幾乎又不會乾 所以呢 這個是幫你可以省到很多錢的 大家不妨去記住這個牌子 那還有另外一支的 目露我都很推介的 都是一樣這麼大支的 Nutrogena 啡啡的色的 那支更貴 那支好像一百五十 有時買一百八十幾的 但是兩支來選擇呢 兩支我都喜歡的 我看看那期心情喜歡哪支 這一期呢 我都還是不停在用這一支 那大家可以不妨 試一下這支 這支好推 就是頭髮啦 大家都知道我 那些頭髮就是 我很乖的 日日焗油 但是有時真的太忙的話呢 我就會用奧布一分鐘的 對於 那當然啦 不及我之前介紹的那些 hair mask 是這麼強 那麼強 但是呢 這個我只是當它護髮素來講 它也是很OK的 而且呢 它有一股味呢 是很犯賤的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些味道 所以呢 這個味道呢 和這些味道呢 我是很喜歡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自己個人的喜好 但是呢 因為有時護髮素呢 已經不可以滿足我了 真的我覺得 洗完呢 頭髮都還是有點乾的 所以呢 我就變了 我自己的慣性動作呢 就是拿奧布來代替護髮素的 那可能夾起一分鐘 然後再洗水呢 都OK 會順滑一點 那當然沒有那些那麼強效 我之前介紹的那些呢 之前那些是很強效的 但是價錢都比較貴 那如果這些呢 普通 如果你的頭髮不算太傷害 用這個我都覺得OK的 那當然 爛到 染到 漂到 頭髮都爛了 這個真的幫不了你 但是 在於我來講呢 用在日常的當護髮素OK 因為其實它很便宜 除開的時候呢 你一包買 不知道六支八支 其實它除開十多元一支而已 所以呢 我也是會保持著用的 好啦 最後就是這個 也是Hair Mask 來的 這個就是L'Oreal 之前呢 都是 之前好像有另外一個牌子 我也是介紹過的 它是同集團 但是不同牌子不同line 我也是喜歡那個髮膜 這個髮膜對於我來說呢 那個功效性不算太強 那我又用完了 但是真的在頭髮上面來說 就不算有太多的功效 另外一個死了 AM字頭我忘記了什麼牌子 我常常記完都忘記的 那大家也可以查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個Hair Mask 我就推介一點 這個呢 我就不太推介了 但是 大家都不容易買到的 這個 基本上那些Supermarket 連鎖店呢 都買不到的 所以呢 大家中伏機會呢 都是相對較少啦